緊張擋一下 腰到底 郭文貴先生 文貴先生 文貴先生 共和聲在一起 我們繼續開會 由林芳汝一演執行 時間45分鐘 謝謝 是晚安市長 不對 現在中午了 武安市長 然后各位局处首长 大家乌安 大家辛苦了 首先呢 我再次感谢我们的市长 在认识的这七年里面 我是不知道市长是不是明年要去中央 不过我想说这一个会期 我特别想要感谢我们的市长说 在这七年里面不停鞭策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 因为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会勇往直前的去学习 去沉稳 去学习更多的事情 然后也是在此跟市长告白 因为由您的照顾 其实我们的高雄 一直以来慢慢的在进步当中 我们当议员的 我们也是不负 市长一直交代说 我们要不负重任 要与民众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着这个原则 然后一直在很努力的往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高雄市议员的很多的 很多的对外的发表或者言论 我们都是很谨慎 那也是因为市长的教导之下 所以我们要秉持着我们高雄的气质 然后来让高雄更好 所以在此说出真心话 感谢市长 谢谢 然后我们就开始我的咨询 这个可以 对 我今天要讲的是 因为我住在本管路 所以我们那个 我常常看到 每天我都要经过澄清路很多次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市长 在把保业里这个志宏池 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很多人 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它这里有三个区域 凤山三名鸟松的这个区域的人口 都在这边运动 所以你会看到说 整个志宏池 它的旁边 运动的人口越来越多 住户也越来越多 所以晚上我们有时候要去运动 去健身工厂运动 去吃个饭 造成了我们那个 一位男球 都没有停车位 要排很久 所以我在想 我们的志宏池的对面 我们那个公有的停车厂 我们可不可以打造地下停车厂 然后让它增加停车位 因为它目前现在就有118个位置 可是它还是不够 所以表示说 这边在这边附近周遭的 人口越来越多 那么因为每天我都在这一条直线上面 这条都市线上面走 我发现说 未来魏武营 如果它开始正式的开幕以后 我们这一条可能会是我们高雄的一个新的狼带 就是从魏武营走到了那个我们的保业李志宏池 那我们可以延伸到哪里呢 我们可以延伸到陈青湖的门口 这条绿色狼带跟文山新商圈 它是一个 期待可以开发并且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光浪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在国外 在日本也好 我们在台北 像我在新一路上 人爱路上 我都有看到 我们那个道路 是人行道 它是多功能的 它就是人车 跟甚至跑步 都可以在这上面 它可以做标志 所以我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把从志宏池 因为志宏池那边的树木 以目前来看是 像我 因为刚才我正 它不太大张 那如果我们可以让它们吸引 把它们吸引引到了我们的陈青湖 我们在大陈青湖那边有很多分多金 那阴暗是不是 走一年 跟保业林志宏池 这样差不多五公里 我觉得这种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去为保业林 这样走走走走走 走这个人行道 当然是人车分离会比较 比较安全 就是在台北姓一路上面 跟人车分离 人跟行人是走在我们的人行道上面 如果人车分离 我们让跑步者也可以在他们上面跑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到 我们的沿路的这一条文山新商圈 它里面有很多的店面 店家跟很多的一些 我们如果要买饮料 要买毛巾 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们一直走一直走 从保业里 可以走到本管路 那本管路那边 我们又有一个我们市政府的公园 它叫做成员 那因为它的那个大小 现在说因为它有这次放台后 它有帮山 它后面是国有财产局的 所以它有一个算是一个小山丘 可是那些小山丘 它这次我们帮下去 帮下去后 它那边就没办法再营业 所以我们在公园 我们必须要再造 那再造 我想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台湾 尤其是我们高雄 我们有很多的 很有名的画家 像我去日本 我们的西武百货面上 我们又有一个墨内花园 它也是跟它这样子小小的 可是它就是把它营造成一个花园的感觉 那我在想说 如果说我们高雄 仿造我们高雄的一幅名画 来去做打造这个花园 是否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别致的一个想法 然后吸引更多的市民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拍照景点 你也知道说 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 走到哪里来拍一下 走到哪里拍一下 我们现在拍照的技术 有时候还跟不上他们 所以以现在的IG的 以现在的就是说 IG的使用上面 IG现在使用上面 我们高雄 第一名的拍照景点 是我们的古铁橋 尤其是在旧铁橋的上面 拍照 它就是很多年轻人 因为它是百年的记忆 所以我们的旧铁橋 那个拍照景点 很多人 全部都是年轻人 所以由此而知 一定要可以打卡拍照 然后一定要让他们年轻人喜欢 他们就会去那里活动 也不一定是抓宝 对不对 他们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要赢 我们高雄 因为我们人口数缺乏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的感觉 我们要爱的感觉 我们要怎么来 我们要提供一些环境 环境优美气氛家 可以让他们在情侣 会产生爱意 然后接下来就有机会生小孩 那我们就会增加 这有一点养谋啦 就会增加一些我们的高雄市的生产人数 这个是我们这些做长辈 一直觉得应该要给年轻人的一个环境 如果我们造就一个他们可以安居热业的环境 他们就会生孩子 他们就会在这里安居热业 然后环境好气氛油的地方更是少 然后我们从这个成员的这个 你看到你们现在可以看 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现在公团的这个地方 它是很美的 那么我们再往前面一点点 我们的环保局 在那里做了一个人形步道 我的图片因为我怕放太多 所以大家看不懂 看不到 所以它还有一个人形步道 它是往上坡的 你们知道那里可以发现什么吗 那很多人也在那里拍照 因为它可以看整个那个大碑湖 也能看到那个高雄市的景色 然后又从头前走 我们就是可以到大碑湖的门口 然后大碑湖的门口 他跟他有做跟市长报告 他有做交响乐的水舞 一个小时 就会有一次十分钟 所以那也是很特殊 而且很赞的一个市民 可以去做一个休闲的景点 所以这条路 没差 还是放在单打独斗 比较可惜 那如果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我们这个廊带 我们的夜晚非常缤纷 你也当凉风徐徐 我们就可以从宝盖致宏 宝盖里致宏 一直跑到了澄清湖 然后还可以爬上去 那个环保局的那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那个整个高雄市的夜景 你们看多美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高雄市政府 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新郎带 然后它就会变成 我们的高雄新漫游 那个文山新漫游 文山商圈一直以来 它现在已经超越了美术馆 它在这边的开店数 每天都在增加 它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如果说你住在这个附近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文山商圈里面的内容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很多元 然后它的餐厅就代表我们的很多的 进来这些人数 所以这里正确是停车位 正确是不够 下边停车嘛 拳牌停 慢慢的 里面还有正德 还有正修大学 所以整个学生 然后跟外面的一些 我们的那个 一些周遭的百姓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家 每天晚上在 每天中午晚上在这用餐的人口 真的是很多 如果有统计起来 然后真的是很多 所以它现在既然这么一个好的商间 它又有文化背景 然后它又形成了一个浪漫的一个新的一个狼带 已经自然形成 我们市政府只要需要把它加一点力 在人行步道上面 把它区隔出来 那当然你要有汽车的步道 你一定要有汽车的步道 有汽车的停车位 这样也要有汽车的停车位 你也知道说那些年轻人 因为这个商圈其实坦白来说 它很年轻 它几乎都是年轻人 所以摩托车的数量也很多 所以市长我们是2012年 2012年那年 我们跟副议长 市长 我们去巴王子市 我们还专程去看 地下机车停车场 对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概念 可不可以我们往地下去坐 我们的地下摩托车停车场 我们就不会跟上面的这些车位不够 然后地理环境 因为它比较没有 把它都市计划得很好的 这一些比较机型的一些的位置 它可以让它可以整合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跟市长 我今年又跟教育局去巴王子市 我又专程又去跑去看它那个停车场 跟它那个 我们那时候踩下去 说这个巴王子市 让人行步道 我们走下去 那个点子 是很软的 还可以吸水 所以我一直 今年我还专程去巴王子市的车站 就再去看说 那他们日本到底 在这个方面 他们持续性如何 所以报告市长 他们的那一个脚踏车 一直都还很成功的在运转 你看我们那里看四年 它都还很成功的在运转 所以表示说 这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在我们高雄市里面 尤其是我们现在没什么地方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建议的 就是我们的人行步道 把它延伸到大壁 让百姓可以去吸取 那个我们 那个澄清湖里面的 这些大树里面的分多金 然后到时候我们 形成一个新的光光狼带 这是第一个 等一下 然后还有这一个 我们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由大树 骑山要出来到外面 因为我们高中就要 国小国中我们会在乡内就读 可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外面就读 那我们要去外面 因为那个多元嘛 有人要读高中 有人要读高职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外面就读 那么我 因为我是都市人 我台北市人 所以我那时候 我当时我在跑选举 要参选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一幕景象 我说 原来 原来偏向的小孩 有时候现在六点 就要站在路口 然后等校车来接送 然后我再去研究 为什么校车 他七点半到校 为什么他六点 他就要站在路口 甚至有时候五点半 他就必须要站在路口 所以我就去 稍微就是去研究了一下 原来就是 他们的公车是 越分的身材 就是你坐越远的 他要先载你 然后再去学校 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景气 真的很不好 所以很多的小孩 他们要去坐 要坐交通车 就会坐大众捷运 然后要去读书 很不顺利 然后所以我们偏向的孩子 你会看到说 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 他们原先在去年 校车一个人 大概说八千块 一个学期哦 如果一年就是万六 现在涨到一万二 然后一万二 你说家长说 那没办法也只好付 可是他不收 因为他跟你说 你那里只有我 一个学生孩子 我没合 我不收 所以这个当然是 学校的问题 没有错 可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就是我们发现事情 我们就要 我们的政府 就是要来帮忙协助 我们用 委婉的方式 请求他们 说要孩子的交通权 也是要兼顾啊 你想想看 一万二 去读书 读大概三个半月 就万里 平均分摊 一个月的车费 是多少钱 这个真的对家长 造成很大的负担 真的很大很大 然后现在还巨债 他这个问题更严重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说 我们之前 也有跟交通局 也有发现说 我们 比如说 以大树就好了 我们先不要说人武 因为人武 它是一个环转 大树是一个直线型 如果以大树来说 从佛光山 要去九七趟火车站 这里面要打两班车 才会到 那那个小孩 早上要七点半要到校 很困难 因为他的班 都没有接到 现在就是 好 现在我们就是 要让我们的 我们的孩子 在偏乡的孩子 我们要 林木马不算偏乡 就是说那个结构 那个结构在鸟松 反而没有问题 可是在 在大树也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在 人武跟大树 他就是发现问题 就是说 那如果是 要去A A A要到B 我们可能要到C 再到B 我们要A到B 我们可能A要到C 要到D 我们才能转到B 所以这就不通了 然后时间 公车的 公车的 那个车子的衔接点 都不对 然后我们要 如何的在连火车 这个 9区团火车站 那还要连火车 所以 那个时间 完全都没办法了 所以就变造成说 我们 在家的孩子 完全 只有在做计程车 可是大树 一趟坐计程车出去 要600块 对不对 所以在早上 我在想早上 晚上的时间 孩子们回来 可能是 可以比较 不用赶时间 可是那个早上 就可能 大家要想办法一下 所以因为 它这个跨局处 它这个有 教育局的沟通 还有交通局的设计 所以最好的 最好的办法 我想了很久 因为解决了 大概两年 一直都没有解决 然后这个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孩子越来越久 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 比照 鸟松区公所 我们有乡内公车 如果有乡内公车 譬如说 我以大树来说就好 我大树 有一个 九区一堂火车站 还有一个 一大世界 还有一个 佛陀纪念馆 我就有三个 交通转移转 可是我的大树 没法到一大世界 我的九区一堂火车站 没法到一大世界 我的九区一堂火车站 也没法到一大世界 也没法到一大世界 我九区一堂火车站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带动 我们要让这个 洞线 怎么样子去把它整合 然后在 人武地区还更困难 人武地区它很密集 然后它的道路 又很委婉 所以 他们的孩子 你看我们的人武 现在已经有要到十万人了 那十万人 那孩子没法到 他们要怎么坐车 譬如说他们要去高铁站 要去转车好了 没有 八卦两那边没有车 可以去转车 都没有 所以到底他要去转车 那个 因为他们没有票 所以大家没有去 有机会说 去把它关注这一点 可是这个问题 我大概就是已经接到两年 那就是越来越严重 如果要用 有我们的公车 外包这些公车 他们怎么算 他们都说不合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增加 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我们要调整整个环境 那我在想 就我 就我 这两个区域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好 这样子观那要怎样 这样弥陀那要怎样 既然要怎样 是不是一层一层一定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都市就已经是这样 然后我们靠交通的运输就没办法 然后还有大学城 那一天交通局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 看他们到底是 公车是怎么走 那一看下来真的是还更是一团混乱 那一条大学城 都学校自己经营 就去经营他们的 然后他们自己去申请 所以速得的车很多 然后 师大 难怪今年被评选为最荒凉的校区 今年是第一名最荒凉的校区 就是那条交通动线 我们也没有整合 所以在这一些全部都要做整合 我相信 市政府是有那个能力 可以把它做区域性的整合起来的 他才不会说 那些人说一段就去做那段 那些人说一段就去做那段 要整合 整合看怎么 让它更顺利 要不然那人舞 A要到B 也是到不了 也是ABCDE 才会到 才会到B 都要这样转来转去 所以 如果以 城市 交通是城市的成功 与否 就是关于住民 住民的交通 如果方便 我们的城市 才会有竞争力 住民的交通 如果 我们的交通 如果不顺利 我们这些城市发展不起来 现在我们就是 刚才这些问题 尤其是 我们常常都在 高雄机场 我真的还是 太机魄了 我真的还去做研究 我把自己放空 我是外地人 那我 坐飞机来到高雄 我要来演召 我要怎么去 我自己真的玩过这个游戏 我就开始在机场 出口那边找资料 那没资料 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 可以去的就是 那个几个点 比如说我们的 孟时代 我们的比较 三个住民景点而已 村里你要去堆 都不方便 那我在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高雄市 要怎么进步 那外地人移民来高雄 他只能堂 农石榴 跟中央公园 村里都不知道路了 我在想我们很多的局长 都在台北路上 我在想你们应该 如果你们去玩玩那个游戏 你们就会知道说 那一直说 我们的会长 我们高雄市的观光 可是你如果真的是观光客 你还真的是寸步难行 因为很多人跟我这样子讲 就说寸步难行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交通的 整合里面 我们再用点心 看看如何的 把这个交通的路网 再把它 当然我知道我们的经费不够 可是我在想 整合是比较重要的 譬如公共有一个骑服公车 我们骑服公车 我们买了 我们就是做区域内的公车 对不对 所以可能有待于说 大家一起来去 想办法去解决 尤其是这个 这个校园内 还有高中大学 大学大部分有的 都自己骑摩托车 就是这个高中端的这三年 很多的父母来陈寻 一万二还不知道 然后我说 那你可不可以去找 我们可不可以包计程车 可是那个学校 他就是一个人而已 他要怎么包计程车 他也没办法包 所以他这个有一些问题 是需要去跟大学里面去沟通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 八千到万二 这个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 对不对 这个不符合 在油钱位长 油了没再去 你现在一个人 你就说你要叫 使用者付费来吸收 我孩子要花钱 小孩变提款机 这个几%呢 八千到一万二增加四千块 这个如果 很多的家长都是 选择选择选择 还要赚钱 所以这个真的压力很大 真的要想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然后我们这个 今年的台风 在今年的台风 它很恐怖 今年的台风造成很多 我们的产业道路摊邦 那为什么产业道路摊邦 我是不知道 我们原因有很多种 包括像以前 我们的很多的政府 它在党土祥 水土保持 它编列非常多的预算 还有农路修缮 编了很多的预算 可是到我们现在 县市合并以后 全部都停摆 我们编的很少 所以包括百姓 自己 百姓自己 百姓自己 它 它要去做洞头穿 我们市政府也不给过 可是你要知道 农地没有做挡土墙 它的王来进行 它是出了 损失谁要付 高雄市政府要付吗 还不给做 还不是我们市政府要出钱 人家自己要出 也不给做 所以那个法令 要调整一下 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对不对 最近台风过后 这个更严重 我们农业局也看很多六万 因为他 土石流松脱 他的土滑下去 滑下去要補土 还没想補 说没那条法令 还没想補 他没土 现在你如果把乞头去 他就给你发钱了 所以八姓就是因为 要给你们法 因為做農的就很辛苦 他的土地流失 他的頭流失 表示他的種植面積也會減少 這就農損了 可是這沒補足 市政府還給他付6萬塊 這可以調來看就知道了 看都有多少人付6萬塊 在這次放開 很多 真的很多 所以他那個土石流 又很多造成我們的產業道路 我們很多的路 因為我們的山坡地 我們的旁邊 都攤坊 都下船 路邊窄 這些顛坡也沒有去做 然後後來說要請中央核定 災害損失 譬如說這裡最少要做100多萬 中央只有核定80萬 要怎麼做 金粉就不會做了 所以到現在都說害在那裡 不知道要怎麼 然後如果 如果 如果掉下去怎麼辦 這要算誰的 我不知道這也能申請國賠 因為他路邊變小嘛 本來是兩台車嘛 他變成一台車嘛 掏空掏得這麼嚴重 我們要怎麼辦 要有一個解決的方式 或者說 我們也是想不到 我們要去打牌子 沒有了 他現在就是這樣 現現在那裡 這個真的在 我在想 我在大樹就遇到這個問題 我不敢去 我現在都不敢去 去 旗山啊 美濃啊 還是哪裡的地區 我都不敢過去 因為我去了以後 萬一他們知道我議員 會跟我講 議員 我跟你講 那是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 都知道 這個都 期待於解決的 問題 所以希望說 大家 這個真的 想辦法來解決 這個又放在這裡 因為紅台到現在 紅台已經走了很久了 不就要等到美女 這個問題要解決啊 對不對 所以 也就辛苦了 那麼因為今天 已經到中午啦 然後 我在想 我們也 讓大家 輕鬆一點 然後也不用回答 因為反正我們 最後書面告訴我就好 所以我今天 我大概就是建議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林芳虎議員 那個 上午疫情到此結束 下午3點繼續開會